63岁的冯小刚病情再次恶化 徐帆任由他多次背叛却始终坚持不离婚 没生儿子这个决定如今看来真的太对了 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 冯小刚幼时的晚级再次复发 而他却决定放弃治疗 还得到了妻子徐帆的支持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冯小刚光鲜亮丽的背后 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操劳 通常一年之中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休息 而且要经常熬夜经常奔波 而他从小就患有轻微的白电风 在生活中需要有很多注意和禁忌 这让冯小刚感叹人生失去了乐趣 这些年来冯小刚的病情逐渐恶化 症状表现得愈发明显 从刚开始像是抹了一层脂粉 再到面积的扩大 冯小刚的状况全都体现在了脸上 然而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他身价上亿却放弃治疗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妻子徐帆了 冯小刚认识徐帆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 当时正在放大洒把的样片 导演夏刚问冯小刚电影拍的怎么样 冯小刚说到都挺好的 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 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 冯小刚回过头去 在黑暗中借着荧幕反射的光看见了徐帆 初次见面冯小刚给徐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徐帆回忆说他当时骑摩托车穿着皮裤皮衣 我一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招摇 特别不喜欢 冯小刚那时还是个已婚男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徐帆一见钟情 为了追徐帆他还专门请教了王硕 王硕教他请对方看话剧 请对方吃饭 请对方的朋友帮忙 没多久两人就熟悉了 后来他们一起去广州参加金鸡奖 冯小刚死皮赖脸的跟在徐帆身边 别人问他这谁啊 冯小刚就顺嘴说这我女朋友 一副强买强卖的嘴脸见谁都这么说 而徐帆只是笑笑也没有反驳 两人的关系就这么确定了 借金鸡奖 金鸡奖就包了一个飞机 拉着所有在北京的这些演员们 导演编剧 就去广州在机场 在首都机场 跟他见人面 我就开玩笑 冯广你介绍这是我女朋友 他说谁是你女朋友 我也没染这茬 我见识谁都说这是我女朋友 天下哪有骨头疯的墙 没过多久 冯小刚的老婆张帝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并没有吵闹 甚至还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认为这只是一时激情 等冷静下来就都好了 然而令张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量调的并非是徐帆 而是他自己 在徐帆找上门来以后 没过多长时间 冯小刚便主动找到张帝提出离婚 面对冯小刚的决绝无情 张帝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 两人也就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没多久 冯小刚就娶了徐帆 俗话说得好树打招风 随着冯小刚在娱乐圈的名气越来越大 身边的花边消息越来越多 但这两人那是照常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徐帆的态度更是表示出了不在乎 但冯小刚却并不是那么安分的人 2009年冯小刚审心长达8小时的共处一室 这期间做了什么可能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面对这大瓜突然出现 于是大家怀着看热闹的心情 期待着徐帆的回应 但让人意外的是 这件事在徐帆和冯小刚的婚姻中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徐帆在上访谈节目隐晦提起此事时 也只说了句我们家不吃亏 大女人怎么能把控这个局面给出点招 没招 就是我就是觉得这就是糊涂子 那我们家人 我们家人反正是男的 于是无数网友开始脑补 甚至为这段感情添上一笔悲情色彩 纷纷表示从这句话中能感觉到 徐帆这么多年的隐忍和委屈 或许是不够爱 又或许是已经麻木了 都到了这样的年纪 再闹到离婚的地步也没什么意义 况且冯小刚还是很有实力的 在事业上也能很好地帮衬徐帆 如果真的离开了冯小刚 那徐帆今后的生活肯定会大打折扣 而这一切对于冯小刚来说 不仅不会受什么影响 反而有可能过得更加潇洒 而徐帆离开了冯小刚失去的 不仅是婚姻 还有优越的生活 还不如保留着夫妻的名分 好好享受这奢华的物质生活 不得不说徐帆也是真的有智慧 他应该一早就权衡好了利弊 自己的感情不仅是看开了 还会让对方有愧疚感 对自己好一些 而冯小刚这些年也确实对徐帆很好 徐帆作为冯小刚的妻子 93年认识 99年结婚 由屏幕前转为幕后 两人长达21年的婚姻 一直喜欢孩子的徐帆 却没有要孩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如今63岁的冯小刚 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 白点风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整个脸都开端泛白 恐怕如今出门 都要化妆来遮盖了吧 而冯小刚的妻子徐帆 表示没法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妻子徐帆曾掩面痛哭 说钱多有什么用 很多病是不能通过钱 就能治愈的 即使再多的钱再脆弱的生命面前 都是一分不止 人一旦失去了健康 就等于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即便再有钱也没有福气享受 原来白点风在目前来说 是难以根治的 就算用治疗缓解病情 也需要对治疗期间的饮食习惯 进行调整 比如烟酒不沾 不吃辛辣生冷食物等 先前为了医治白点风 徐帆有注意过冯小刚的吃食等生活习惯 只不过冯小刚一直致力于自己的工作 简直每天都有应酬 又应酬就要喝酒 加上他名望越高压力越大 熬夜也成了家常便饭 所以病情不减反重 加上酒精和药物的踪斜作用下 药效基本发挥不出来 所以病情才会看起来越来越严重 所以冯小刚早已不接受治疗了 因为他觉得所有的治疗都只是徒劳 徐帆也理解支持冯小刚的做法 并表示只要没有过大的精神压力 保持心情舒畅 慢慢的自己就好了 不得不说徐帆可真不是一般人 他似乎一直都像一个显内助 辅佐着冯小刚 并且所有事情似乎都在支持冯小刚的决定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 如果真的爱她的老公 又怎么可能这么大度 不得不怀疑 这到底是真的爱得太深了 还是真的本身在乎的就是钱呢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哦